狂犬病在台灣絕跡50年 目前診所裡頭的醫生 幾乎是都沒有見過狂犬病的患者 只能夠從現存的影片當中 了解發病的情形 那麼現在狂犬病毒 再度的肆虐 讓台南一位80多歲的老醫生 想起了60年前 目睹了狂犬病患發病的可怕景象 儘管經過60年 狂犬病患者發病時的模樣 仍然歷歷在目 狂犬病在台灣絕跡50年後再現 目前門診中的醫師 幾乎從來沒有看過狂犬病患者 但在台南有位80歲的韓良成醫師 60年前就曾在父親開設的診所內 親眼目睹狂犬病患者發病的情形 當時那名60多歲的患者 曾經幫診所新建病房 沒想到竟然成為 住進新病房的第一名患者 讓老醫師記憶猶新 當年醫療資源極度缺乏 民眾遭狗咬傷 只能被動等待狗在一個禮拜內 不要暴斃死亡 面對現今有疫苗可以施打 看出了數十年來的醫療環境 已經大大進步 狂犬病在線讓台灣人心惶惶 不管老醫師或新技術 都希望疫情能有所控制 不要讓狂犬病再次蔓延台灣 聯合報修瑞營坦南報導 幾個 détdı 臨 谢谢观看